临床时间中,常常遇到一些患者因为胃肠有病,或者顿面难以入眠,或者半夜痛醒,或者夜间胃肠不适而醒来。 在难入眠,对此中医学经典《皇帝内经》有记载,如素问涅条论,说,胃不合自卧不安,意思是胃气不合,则可引起喘息不能平衡,或失眠而不得安过的病症。 中医学认为,足阳明未经之脉,从头走足自上而下,故经气善行为你,脾胃居于中将,辟主生而为主将,为全身气机身将至枢牛,若外感六吟,内身激情,致使脾胃生将失调,为气善你,气你破肺,为失促将,固定喘息不能平衡。 现代临床上对此区隐身理解,为胃皮外微肠不合引起失眠的病症,出现失眠,晚闻,矮气,呃饿,或大便不爽,万夫胀满,舌苔泥或黄泥,麦花或滑术等微特征。 睡眠时间多久影响胃,胃不合固然可以引起握不安的现象,但握不安也可以引起胃不合的情况,特别是长期睡眠不安的患者,常常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症状,就好比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,很多人都有着晚上来入眠。 早上起步来的困扰,这最直接导致的就是睡眠时间的急剧减少,而睡眠时间的减少亦引起迷走神经兴奋,导致B细胞与T细胞大量分泌胃酸, 即可导致肾上腺皮质基础分泌抗劲,促使胃酸与胃蛋白增多,而减少微补的血流量,从而致使胃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,被黏膜变薄,最终引发肺炎肌前表性胃炎。 那么睡眠时间多长才是合适的呢? 一般来说,先生儿每天不少于20小时,4到10岁的儿童每天睡12个小时是必要的,每晚8点左右上床,中午尽可能小睡一会儿,13到29岁青年人这个年龄段通常需要每天睡8小时,且要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。 30到60岁成年人成年男子需要6.49小时睡眠时间,妇女需要7.5小时左右,并应保证晚上10点到早晨,5点的优质睡眠时间。 60岁以上老人应该每晚12点前睡觉,晚上睡觉的时间有7小时,甚至5.5小时就够了,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数字,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差异还与人的性格。 健康状态,工作环境,劳动强度及睡眠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,睡姿不当夜影响外,部分人睡时习惯双手振于头下,这不仅会影响血液循环,引起上肌麻木酸痛,还会是负压升高,久而久之则会引起胃内食物,即胃炎反流入食管,形成反流心食管炎,反流入长期刺激食管,甚至会导致食管的恶变。 另外很多人中午在大外小期时,往往就选择在桌子上怕一会,但这很容易压迫到胃部,增加为的蠕动负担,造成胃部瘴气,降低消化能力,影响营养吸收,使胃部排空延迟,为棉膜屏障遭到破坏,从而导致胃炎。 那正确的睡眠姿势也应该是怎样的呢? 就生理而言,应有侧部位,四肢自然弯曲,以此可使全身肌肉放松,不压迫心脏,消化系统能正常活动,进行良好的心肠代谢。 此外,睡觉不宜蒙头,以免影响呼吸,醒后头昏脑胀,造成精力不佳。 对于中午,在单位休息的上班族,最好是在办公室沙发上,楼内的长椅上躺下小气,或者自备一个折叠床,以供睡卧。 若这些都难以实现,可以带上护警诊,在办公椅上靠着面移会。 不宁不住了肠胃病,在经过一周的晚睡早起后,很多人喜欢在周末或者节假日不眠,一觉睡到天昏地暗,然而就在不眠的同时,我们可怜的胃却只能默默忍受着胃酸的伤害,因为胃B细胞,G细胞等线体细胞不断地分泌消化一些,而胃内并没有食物可供消化,这是比打乱胃肠功能的规律。 实际异常,胃肠黏膜然遭到损害,容易有发胃炎,会阳急消化不了等疾病。 那么晚上的睡眠严重不足,我们能不能利用中午的时间来休息一下呢? 有句话说得很好,中午不睡,下午崩溃。 午睡,是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好习惯,因为人在一昼夜中,有两个自然睡眠风期。 主要风期在午夜两点多,次要风期在下午两点左右。 这说明午睡既符合睡眠规律,又能补充晚间睡眠的不足。 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,不饮饭后立即睡觉。 刚吃了午饭,胃奶充满了食物,消化机能处于运动状态。 如这15睡会影响胃肠道的消化,不利于食物的吸收,长期这样会引起伪病,同时也影响午睡的质量。 睡眠与胃肠疾病的关系是相互的,睡得不好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,而胃肠道疾病也会使得患者睡得不安宁。 因此,必须提倡健康的睡眠方式,在日常生活中合理利用睡眠来防病去病。 另外对于胃肠疾病患者,必须了解其睡眠状况及影响因素,在阶级胃肠疾病基础上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,以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,促进疾病早日康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